好 我看到又有蛋 又有洋蔥 又有蝦子 感觉好像很营养 其实这个是我去泰式餐厅的 必点的一道菜就是用红咖喱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红红的 可不是这个韩国的辣椒粉或辣椒酱 这个是红咖喱对不对 好 首先我们一样蝦子 这个蝦子一样我是先先腌过的 对 那我们一样先开个油锅 我们也是要用炸的吗 对 我们也是要用炸的方式 那我们事先处理的这个要腌的话 你通常会放哪些东西 我通常都是放盐巴 然后胡椒米酒下去让它淘湿 就这三样然后稍微抓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要炸之前再沾粉对不对 对 炸之前再沾粉 那我们现在等油热的时候 我们先切洋蔥丝 好 刚刚雨晨在这个切洋蔥丝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洋蔥呢是这种炒圆形 就是有弧度的嘛 所以我们切的时候 右边切完的时候 要换切这个左边 除非你是左撇子 不然你会觉得说好像不容易切 那这时候呢 三不转路转 我们就把这个洋蔥呢 转过来 就很好切了 那我们接下来切这个柠檬叶 这个是柠檬叶 对 这个柠檬叶呢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以为它叫柠檬叶 就是柠檬的叶子 它可不是我们吃的柠檬的叶子 对 它是另外一个水果 当然也可以吃啦 也长得像 它长得我觉得反而像橘子 可是它是绿色就是了 所以它的味道呢 真的好香 非常香 那我们油热的时候 先把虾子沾一点太白粉 像今天的这个炸虾 也是要用非常高的油温来拉吗 对 防止它油温降低 然后脱粉 所以这个虾子呢 我们以前有把它处理 就是说把它的背部呢 泥肠拿掉之后呢 把它稍微剖一下 就是类似 就是说让它看起来会更大吃 而且熟虫也比较快 是 对 开背 把它开背去腔腻 好那我们一方面等油温开始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炒一下我们的 洋葱 洋葱 这咖哩是不是也要炒过 对 咖哩也要炒过 也要炒过 对才会香 那也是我事后才学到的 刚开始我想奇怪 我做的咖哩呢 怎么就是没有外面那么好吃 结果后来我一个朋友呢 他是印尼的乔生 他说哎呀 诗涵 那个要炒过 我说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对 一定要炒过那个香气 才会真的很浓郁 对 才会香 先下我们的洋葱丝 好 我们的红咖哩就可以一起下 好 我们油温已经开始热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虾丢进来炸 他好忙 我好咸 实在不太过意的去 而且待会吃的时候都没那个份了 都是我在吃 老师 我跟这个邦逸有什么忙呢 我们在炒这个红咖哩的时候 是不是火不能火大 对 不能火大 不然他很容易就有焦味会出来了 对 我们稍微慢慢让他炒一下 那我们在家炸虾的话 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虾子它的含水量太高了 所以我们炸的时候要小心它 防止它有喷到我们自己身上 对 我们虾子炸熟的时候先把它捞起来 对 我们虾子炸熟的时候先把它捞起来 对 我们虾子炸熟的时候先把它捞起来 好香喔 老师等一下摆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这五只都摆上去 好 你摆上去之后我好像都吃不到 每次我要来吃的时候都没了 所以你待会摆三只就好了 那我们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我这次是用椰子水取代我们的高汤 所以我们一般印象中都认为椰子水就是 很热的时候可以焦熟用嘛 结果我们雨晨说 椰子水把它直接加进来 他们南洋也是这样子做吗 对 一般来讲 一般来说他们 因为他们椰子太多了 没错 椰子真的是太多了 我们这边一颗椰子要卖一百块台币 他那边一颗椰子的五块钱 对 那我们加一点柠檬叶 然后加一点鱼露 我用鱼露去代替它的盐巴的咸味 那我们加一点点的糖 然后椰姜也可以下来了 然后椰姜也可以下来了 好 等它味道开始煮出来浓郁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虾子 我们红咖喱开始让它慢慢收汁之后呢 我们打个蛋花 我还以为我们蛋花永远都是跟个番茄汤走的咧 没有 我们打个蛋花让它可以代替太白粉的让它浓稠度 那我们记得 是 那我们蛋花下去的时候记得蛋下去之后火马上关 原来他们的红咖喱是这样子煮的喔 这样会非常的浓郁 而且会有一点 可是看不到那个蛋的感觉 蛋的口感 对 对喔 对 最后再下一点葱段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盛盘了 完成了喔 对 哇 超级简单耶 怎么办 我们的节目好像还有另外一道菜 你会煮慢一点吗 椰姜还要用对不对 对 老师记得喔 放四只虾子就好了 好 不然等一下要拍照的时候 有时候怎么少了 有一个地方那少一个洞 我真的是要配饭才好吃 老师你怎么把五只都装进去了 等一下那一只一定留给你 最后我们也这样稍微淋上去 这样子的盛盘好可爱喔 而且老师很特别的带来了一个 这个非常可爱的像这个 大型的田螺 对 海螺 海螺的形状来装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子 不过呢 它摆得这么刚好 好像我另外那一只虾子 我要另外想办法 好 这个是老师带来的第一道 非常非常下饭 然后也是 泰国料理里面 你一定会点的 没错 可是它就是这么简单 哇好简单喔 我现在觉得泰国料理 又好吃又简单 很忙 可是他非常用心 给观众朋友 带来这种 很异国的这个风味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下次见囉 谢谢 椰香红咖喱大虾的做法 大明虾仁开背去尝泥 用盐 胡椒粉 米酒抓腌 蘸太白粉油炸后捞起 令油备用 洋葱 柠檬叶 切丝备用 热锅 放入洋葱丝 红咖喱糕 炒香 依序放入椰汁 柠檬叶 鱼露 糖 椰奶 放入炸好的虾仁 拌匀后淋上蛋 撒上葱段 盐 盐 再淋上少许 盐奶 即完成 香芒牛肉卷 搭泰式沙沙酱的做法 將牛番茄 將牛番茄 洋葱切末 加入甜鸡醬 檸檬汁 黑胡椒拌匀 黑胡椒拌匀 即為泰式沙沙酱 热鍋 热鍋 煎熟牛肉片 煎熟牛肉片 炒香燻 就完成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